由扎杰参演的《刺客列传》自播出以来 古装美男的呼声是居高不下 这是要把君朗的高颜值全部奉献给影视啊 7月2号古装奇幻电影《深宫秘语》开机一室在横店举行 除了阵容养眼之外 本剧的剧情也是极具看点的 讲述了身处深宫的老嬷嬷 重返18岁 帮皇上斗权臣 平后宫 你说这样的人怎能不爱 但他却放弃了荣华富贵 选择了自由 这样的勇气 小编给你点个赞 在这样的一个故事前提下 对于首次饰演皇帝的青年演员扎杰来说 也是一次新的挑战 在采访中也是现场解析起角色来 我说是一个没有十三的一个皇帝 然后她的就是舒服吧 又会尝到她的对她的 对她的主持人 然后就天天就装得很爱玩 装得很闲散的东西 其实她的心里是有爆破的 因为很多就是她拍完的 因为冬孔就是权利是她的 肯定有人监视她的 然后她就会注意这些 然后专门多样的给人看 其实她这些感兴趣的不太大 她是为了保护自己的 感兴趣的感兴趣的感兴趣